雅吉 不过就是聚在一起讨论无意义的东西 浪费彼此时间罢了 无趣 不过你若坚持 我便陪你去 欢迎KK以及阿笨 今天来到我们的雅吉现场 欢迎欢迎 阿笨好久不见 KD 一次见 大家好 大家好 来 两位和期待已久的大家打个招呼吧 不尽现世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韦肖佩音的佩演员Kin Sen 那也就是刚刚素素说的KK啦 KK 对 希望今日也有好景气 大家好 我是第二次来了 你应该都不陌生了吧 我是为钟离 超陌生的 我是为钟离配音的彭博 因为小时候起了一个叫笨笨玩的网名 所以现在被他们都叫做阿笨 阿笨好啊 阿笨多可爱啊 就是啊 像天使一样的 好 谢谢 有情感情像 补充一下 KK呢同时也是重云的配音演员 对 大家好 重云小方氏 也是我 那么我和龙哥也继续来一个自我介绍吧 行 临时的工作吗 啊 不用和我具体说 将你的要求写下来 放在这边就好 大家好 我是为甘雨还有勤配音的林素素素 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大家好 我是为男旅行者空配音的录音 顺便补充一下啊 龙哥呢也是这个男子汉杰克的配音演员啊 男子汉杰克 那是我表弟配的 是的 分裂分裂 还有一个什么角色啊 龙哥 三 三 三兵 好厉害的呢 那么KK好不容易远道而来参加一次我们的雅集 我就替各位粉丝问几个问题 好吧 好 很有精神 来吧 其实也是一种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啊 KK在为萧和重云配音的时候 都是怎么去把握或者说做出区分的呢 对角色的演绎有什么思考和理解吗 啊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也都很期待了 就是一直有粉丝在问我啊 看看KK什么时候去茶会啊 什么时候就催了很多遍了 然后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来了来了 大家等待已久 对对对 来了 然后这一次也是这个问题的话呢 第一个角色其实是萧嘛 然后后续是失中了重云的 哎 原来是这个顺序 对对对对 然后第一次是萧的时候呢 就是声线上其实已经挺年轻的了 然后后来来了一个重云 我说呃 两个少年 我说啊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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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当时就特别的不知所措啊 然后陆萧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 比较嗯 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陆萧我会习惯性的越路越沉 越路越低 嗯 直到有一天萧的爸爸来了 对 陆萧的爸爸 然后就被我说 这样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要反攻 对 然后然后陆重云又就就反过来的 就越路越小越路越年轻 就时不时没拎住就 重云有儿子了对吧 就就就就就特别小 对嗯 嗯我自己理解的话 其实嗯像萧的话 就是因为给给出了这个设定 就是他是仙人嘛 嗯所以当时就想着是 没少年 对一定要清冷一些 然后呃再加上设定和故事里面都写了他 基本上就是不食人间烟火 然后就有一种疏离感 对对谁都非常冷冷的 然后非常的沉 但是呢又不又不是所谓的大家所谓的那种三无啊 就是就是纯面瘫的那种 嗯嗯 他其实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情绪的 所以 对他基本上还是可以算是一个 嗯 外冷内热的一点 对只是把热的那面藏的非常 藏的非常的深 非常深 对基本上大家是看不出来的 然后 然后说重云的话 其实重云跟萧还挺像的 因为重云也是 也是外冷内热的感觉 对对对也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一个 一个小可爱 当时在试的时候 我还在想 我就是第二次试音嘛 我说完了完了完了 这都都是少年 我我就 努力的往 应该不要我了 我就我就努力的往小了路你知道吗 就被就被阿奔说 不是你这个太小了 幼儿园来的 对我就说 我就往回收了一下 我是觉得他其实内心是有那种热血的部分的 但是呢又因为不想要去把这个体质给激发 所以他会 他会处处想起 对不停的克制自己 其实他是非常想要 可能就是在情绪上也好啊 他是想要比较活就有活力的 但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看起来他 因为他毕竟因为这个事情惹过很多事嘛对吧 对不小心就气血上游 然后就变了一个人士的 饭桌上五大刀 很想看他大剑 所以说他是不是平时连热水都不能温水都不能喝一口 对他都是喝冷水 他吃那个热干面也是要把他呼呼吹冷干面 他吃热那就是冷干面了 好鬼 亏你还是个武汉人呢 那不行那不能吃不能吃 我就是对这么去演绎的 大概是这样的 从导演的角度来看呢 像他这样的演员对角色有思考 有自己的理解 确实是我非常愿意看到的 好正式啊 但是毕竟配音演员的工作嘛 就是在棚里面把角色给演出来嘛 没错没错 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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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很多人呢 在海灯节的时候就期待KK来做客了 那么我们就赶紧进入到正片环节咯 好 冲 本节目是由原神赞助 由我林素组 主持 本节目是由原神赞助 由我林素主持 和原神角色的配音演员们 一起探索提瓦特大陆的乐趣 以及和各位旅行者交流聊天的自由广播节目 好耶 今天呢 我们特别为两位嘉宾定制了环节 分别是 如果是阎王帝君的话 以及 原来如此 面具之下的销 前一个的名字呢 可真是有点随便的 嘉宾 如果是阎王帝君的话 太随便了 到底谁取的名字 我可不是随便的人 要来了吗 我之前看这个节目啊 大家都有一起说的那个 来了来了 好 准备啊 大家准备好茶和快乐水 我们一起来一场 也会不自觉地考虑 如果是阎王帝君的话 新环节 新环节 中离的主场 中离的主场 我们都知道 中离先生呢 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讲究的一个人 讲究 对 没错 不无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嘛 隔着装起来了 终于说的很对啊 也一样 所以就像刚才说的一样 离岳港的人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都会去思考 如果是阎王帝君的话 他会怎么做呢 或者说 如果我是阎王帝君的话 可以怎么做呢 这个环节呢 就是征集大家的困难呀 麻烦呀 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啊 然后呢 请阎王帝君来为你定立契约 解决问题 保证离岳的秩序 考验你们对帝君的拥护程度的时候到了 对吧 好诶 相信一定有很多啊 但是因为这是第一期 也没有办法和大家征集投稿 所以呢 我们让项目组的stuff们来给我们投了一些稿 又便宜他们了 又是分析人那批stuff们 希望他们是个好人 那么我们现在赶紧来看 第一份投稿 来自一般离岳民众 天抠 你就是离岳七星之八 离岳七星有八位 这是常识是吧 对 最近的年轻人 越来越热衷于线上之父 传统摩拉的生存空间 被压榨得越来越小 这应该也是帝君不愿意看到的吧 如果是帝君的话 为了加强传统摩拉的吸引力 会继续发行摩拉吗 还是直接更换一种货币形式呢 作为岩神 岩石 矿武 金银 都是我的代表与骄傲 我会选择 继续发行摩拉 不过 会考虑发行一些特殊的摩拉 特殊的摩拉 这题我会可以在摩拉上面刻印炎王帝君的形象 一种史莱姆 这 这我直接就舍不得用了好吧 不过我同意 这价值大大提升了呀 不是不行啊 不过那不得刻个那个龙的形状吧 好 只要是帝君什么都可以啊 相信大家也都是大家都要 我有一个想法 为了进一步巩固大家的爱戴 我认为应该发开发出来更多摩拉的面值啊 然后不同面值的摩拉上面就刻印不同的形象 然后到大面值的时候就会进化成人形的钟离 这是怪物图鉴嘛 我觉得还可以在那个摩拉的那个形状啊 饰样上做点改动啊 比如说在摩拉上装点什么好看的宝石啊 不 矿物吧 宝石有点太离谱了 那摩拉就太贵了 而且好像还可以出一些节日限定款的 节日限定款的摩拉 就比如说什么海灯节可以出那个销灯形状的 然后风花节出爱心形状的 对对对 好家伙这样摩拉不仅仅能用来购物 用途直接加倍了呀 那造笔场要忙死了 明月没有风花节 我的意思是 不 摩拉是全大陆流通的呀 明月桑进的那种 对可以让他们那个造笔场定制那个 可以的可以 对吧 当于限定摩拉 我已经忍不住想要掏出手机开始刷进了 他不是帝君造的吗 倒也是 哦 那看来阎王帝君这个位子的确是该交出去了呢 哈哈哈 好了 不至于这么这么懒的吧 总之就是帝君刚才的回答是 他会继续发行摩拉的啊 所以这个天空的问题呢 就这么完美的解决了 好耶 既然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解决了什么 还有一封呢 就是就请作为嘉宾的KK来念一下吧 好嘞 来自一般离乐民众 陈秋实践录小作者 我原本以为 狭义之道本因为行狭仗义 善恶分明 一生正气 但现在我发现所谓狭义 广义上来讲也就是做好事 做好人 只要能帮助他人收获幸福 也算是狭 也正因此我发现 这并不仅仅需要武艺和热情 甚至还需要唱歌 似教愿签订让飞云商会 加大供奉力度的契约 在现场啊 我证明是真的 好 如果是阎王帝君的话 唱歌这种小事 应该也略通一二吧 就这种好难的 我们最近什么不会呀 以普遍理性而论呢 应该比你上次把片片花 唱的暴走要好一点吧 这部表现一首给大家我爽爽 期待期待 不过我觉得 这位投稿的离乐民众 或许是真的不太适合唱歌 对 而且也不太适合写字呢 拿什么他的字 其实那个 上次我生日的时候 我听这个阿奔你唱过 不是朗诵过 挺可爱的呀 来一首来来来 快快快 快来一首来一首 行了不要叫不要叫 哎你们也不看看自己 什么人多大 来就来呢 来呀 枉枉枉 唱哪个呢 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 这次的 那奇思妙想 绝对不会输给那些工业的 对不对 是的 请加大力统 别让我感到无聊 原来如此 面具之下的肖 我并非人类 不太能够理解人类的感情 其实呢 这个环节在我们第一期的时候 就出现过了 爷亲回 那我们再介绍一下规则 因为这个环节和第一期的时候 有一点不一样 好家伙 还突破开心天赋呢 因为肖在嘛 所以 那么这个背景环节介绍呢 就交给KK来吧 好的 我来看一下 肖在长久的猎杀之后 已经习惯于自己坚持了 数千年的行事方式 对于世间的新事物 也不愿意去了解 从某个方面来说 是这个新时代的 不识人间烟火者 这一点呢我就要说了 钟离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 又好 什么威服私访啊 对吧 对对对 那不是威服私访 那算是威服巡 私巡 她就别说常识了 她讲究都一大堆 何止是常识 这个陈氏咸游和威服私巡 我觉得还是有点区别的 和人眼 是非常不一样的 咸游怎么就听起来挺舒服的样子 就是很咸啊 对 那么这个环节的规则就是 我会给出一些关于 消不识人间烟火的线索 由你们来猜 对对对 等一下 你们现场一个消的喷演员 两个导演 怎么看我都什么都不知道吧 我是裁判 我是裁判 我不参与了 你可以弃全的 你说了也不丢人 原谅你 好 那么既然都拿出来那个出题做环节了 不一定是他们会知道的东西我跟你讲 好的 我这个题目可 可猥琐了 这 这 怎么都说猥琐呢 那我这 而且这次没有惩罚 反而呢 会选得分最低的和最高的那两个人 一起来参加我们下一个环节的游戏 那其实这也不算是惩罚 对啊 玩游戏 我们的游戏可好玩了我跟你讲 好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题试试看啊 来吧 试试就试试 来 第一题我们先来简单一点的热热身 这个我觉得答不出来你们就 谢宅了吧 谢宅什么 谢宅什么 祝宵账号什么 对 宵是降魔大圣的本名吗 乒乓 不是 自带音效 你怎么 你怎么 你怎么乒乓完不回答的呀 要听音效 所以我的乒乓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信号嘛 就是我巧达了 就是给我达 之前有这规定吗 有乒乓这个规定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刚才谁嘴动的话 我都分不出来刚才是谁在回答呢 是 是我 是我 那么这题到底算谁的 你爸 你爸 那就我吧 什么 你路远你先你先来 好 好 那我就 不是 这个肯定不是大 这个肖是 对对 肖是帝君赐给他的新的名字 平实力 对 那当然了 确实肖不是本名 而是摩拉克斯赐予他的名字 至于肖的本名是什么吗 就需要我们和肖打好关系 等他自己来告诉我们了咯 等等 这个好像我也不知道啊 阿雷 这丢人的事情就不要说了 我们 我们开始第二题 好 这题开始呢 就会和我们的主题 不食人间烟火有关了 并且题面呢 也会和之前有所不同 我会模仿肖的语气 我怀疑 staff是在为难我 比如说一句台词 你们来猜猜这句台词 表现了肖在什么方面 不食人间烟火 也就是说它是在哪个方面呢 缺乏生活常识 好业 给听速速版的肖 这 难道这是选择题吗 听对话选 应该是根据材料写作文吧 也没有选项给你写 对没有选项可以选的 好 这些足够了 我不太理解人类口中的美 美 美 阿智了 不食人间烟火的 不食人间烟火的 美 还有足够了 足够了 有感想就直接说吧 好 没有感想可以选择 就是说我认输 阿智了 这是在看消灯吗 就海灯节 我觉得 那跟生活常识有什么关系 生活常识吧 我觉得肖应该是 要么是吃饭 你看他不太理解人类口中的美 对啊 而且是足够了 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是不是 是不是肖其实它对于 因为美嘛 因为我觉得美应该是跟外表和打扮有关系的 那这个足够了 难道是 难道是旅行者还是谁要给他买衣服打扮一下他吗 然后他觉得穿这些就够了 不行不行 我不太理解大家 他觉得他的麒麟币特别帅 这 好了 那么 那么这题现在是 你说是什么消灯吃的东西 还有麒麟币 对吧 然后那个 KK说是旅行者给他买衣服 可能是对于衣服的一些说法 打扮啊 对打扮 好 好这题 又是KK答对了呢 好 这都叫到 乌北哥 哦 对 这个是肖对衣物穿着的看法 真的啊 因为他一年四季都穿得很单薄 为了露出他的麒麟币 他其实是 不是啊 其实他是不太理解人类 去为了时尚啊 美丽而换装的这个行为 可是他现在 他也就 他已经够时尚了呀 对啊 他就是时尚 时尚时尚 最时尚 好 那么KK已经两分了 你们两个人现在都是零分 加油 那么加油 对 第三题 请听题 旺书客栈 杏仁豆腐不错 客房 与迪花周的树荫无异 杏仁豆腐难道在 客栈居然背地里条件这么差 不是不是不是 你的点很奇怪好不好 不过 不过你想想也是啊 你不记得有日常任务就是 就是要我们去去修修那个 而且说起来 你们有见过这个客栈的客房 是什么样子吗 没有了 没有了 真的是 楼板倒是很熟 对 所以他到底是在哪方面尝试有所缺失呢 叮咛 我这一期我抢答 我觉得 这样是说到客房应该是和住宿有关吧 就感觉 他可能是不太挑 就是 住宿或者睡觉环境那种 那方面 就站着睡觉呢 不过这没说 消毒语音里面好像就是有一条 好那这题龙哥抢答了 那我就宣布答案了 你们俩也没啥 有没有别的答案 有吗 有的话还可以再说一个 要么就说吃的 要么就说吃的 你怎么只知道吃的 刚才那一题你也说吃的 你也说吃的 看一个杏仁豆腐就 对 好人家都说了杏仁豆腐不错 客房跟树荫无异了 那显然是说的是 对住宿的要求呀 很低 所以龙哥答对了 他只要能够遮阳避雨 其他什么条件都多余 对他来说不重要 对 所以他对人类的住宿环境 其实是不太理解的 就是 不是望书客栈不好 好望书客栈 好棒 拥有拥有消 省钱 好 那么现在 现在那个阿笨零分 那个 KK是两分 龙哥一分 你真的是导演吗 来到最后一题啊 他在让着我 来到最后一题 原来如此 但其实好像这个 也不会写在导演的 是的呢 本子上吧 对 好 我们接下来啊 最后一题 就是 是 持了四分之一个时辰 你还是甩不开那些人类的陋戏 这句话在哪里听过 在干雨的 干雨的个人线里面 对 我记忆非常的深刻呢 那就是迟到半小时啊 对啊 迟到 感受到了恶意 好 来来来来来 来回答一下 这个它又是指哪方面的常识 缺乏常识 这就是 尊重时间 这也不算是不实人精英 这这算缺乏常识 我觉得有可能 这题很难 很容易答错啊 嗯 你还是甩不开那些陋戏 陋戏 那不就是迟到吗 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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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能完全从这个角度 还是要从消这个人本身 不对 消这个仙人他本身的一些特点 特点 这题有点难啊 四分之一个时辰 难道是四分之一个时辰 四分之一个时辰 这个说法吗 很久了 会不会真的就是这个说法 就是 那不对啊 可是 所以你们都是要答时辰吗 嗯 想想想想 他是怎么记事的呢 他 他自己心里数的 他还是在说时辰 嗯 是很可疑 梦习 习惯吗 这题真的很难 我说句实在话 如果不是拿着答案 我也想不到这 对 因为我认为出题的人 他可能 脑回路 嗯 都太正常 比较亲戚了 看一眼那个 看一眼stuff 这点检掉啊 我认输 那你们呢 我也认输 你呢 你呢 尊重时间也好 露行 感觉都不太像 甩不开那些人类的陋习 人类的陋习 这里哪里一提起来 你们要注意的是他 他没有常识的地方 而不是人类的陋习 啊 对 好了时间到 好啊 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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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跟你们讲一下 这个确实是比较那个什么的 霄呢他是 这是指他对交通的概念 因为霄是护法夜叉 夜叉是以迅捷闻名的 霄这个角色即使是在空中 也可以自由高速的移动 靠 所以我刚才说 让你们从霄的特点去想 而且呢 这谁霄能到 所以他对于马车啊 船啊什么的 这种交通工具都没有概念的 他觉得半个时辰 就能飞到的地方 为什么人类还要用上大半天呢 这 这我会飞 也会飞 这还挺不识人间烟火的呢 什么叫 如果我认真的和他解释 不是我太慢了 而是他太快了 他会不会 食人间烟火一点 他走路都是走直线的 他不会承认自己太快的 好吧 无聊 或许他会说 无能 无用 好了够了够了 这大家都听着剪了 这个感觉就是我知道了 但下次还催 他催我说不定心里有我 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来几分了 几分 他要出一个最高分 一个最低分 我记住了 阿奔是始终的零分 对 特别棒 对 真的是从一而终 然后是龙哥是一分 而胜利者就是KK 是两分 所以我们取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 就是阿奔跟KK 将来到我们的下一个游戏环节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轻轻松松的提瓦特之旅 那么这个环节的规则呢 就是得分最高的人也就是KK 需要在旺叔客栈下方不停的放气球 放飞气球 放气球 对 而得分最低的人也就是阿奔 需要操作着销从旺叔客栈飞下来 利用风轮两力戳破尽可能多的气球 哎呦 这个 听起来不是很难 没练过的 难道说 就是我要尽可能让它不戳到 然后我就得看着位置放飞 那就看你心肠有那么 那就看你的心肠不坏了 对吧 然后还好 真的啊 这个游戏啊 还好我是主持人 不然我就主动弃拳吧 要么我放气球还可以 肖凯在空中时候元素战绩的话 好像却是没那么难的样子 在空中没法跳的呀 对啊 那直接就是掉下 对啊 而且气球是有存在时间限制的 一段时间不去戳它的话 就会自己破掉哦 我规则还没有说完 这个游戏呢 可以重启三次 因为对于戳气球的人来说 这个比较难嘛 嗯嗯 所以给它三次机会 对吧 最后 如果说阿笨没有办法 击破三只气球 就是阿笨输 如果阿笨 击破了三只气球呢 就是KK输 啊 这个这个这个 输的人会有什么样子的惩罚呢 惩罚呢 再戳三只气球 那那那那 你想啊 就是给我们表演一下 那个吧 啊 那个是哪个 就是那个 听不懂呢 听不懂呢 我们继续托起球吧 那我们赶紧 玩游戏吧 哎 哎 你们这些 哎 重新进吧 不能让这件事情 变得那么简单 好 好 开始了 我要放了 好 龙哥 等一下啊 我看看球在哪儿 龙哥我跟你讲 我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悬 你想让阿笨输 还不想让阿笨呢 输 输对吧 那 快快帮我 你看到这个是什么吗 别别别 你知道应该做什么吗 等等等等 快去放可以可以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 耶 这什么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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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机会没有了 没有了 第一次机会没有了 哎呀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这这这这真的不是三只小猪吗 这这 气球高塔啊 三个气球 还有塔 阿笨好可爱 第二次了 他一个人在打三个 就很奇怪 为什么他鼠标突然间 会不受控制 嗯不知道啊 为什么呀 哎呀 好奇怪呢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这只手指鼠啊 哎呀 哎呀 阿笨可能要掉下去了 我觉得 这黄的是不是分还高啊 哎呀 哎呀 哎 哎 哎哎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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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好坏啊 看不下去 那你那那那那下一轮 下一轮我们不帮你了 喂喂喂 我错了 我怂了 艾伯加油哦 你们看天都亮了 你看这 这跟丽查起来都不想帮了 等一下 气球是从这儿上来的吗 你看小镜头上 不知道 我不认识了 你看小镜头上的2P 我们不知道呢 2P的 不行不行不行 你到底有没有玩过原神啊 刚刚那个不算吧 刚刚那个是自己扎掉的 自己扎掉的 这也是扎扎的 他到这个位置会会自己扎的吧 对对对 我们什么都没干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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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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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们好像这次真的什么都没干啊 关关关关 我也没有干啊 我什么都没有干啊 刚才谁拿腿在顶我啊 我什么都没有干啊 好 坐在你旁边的那整个是KK的 这我们没有办法的 他放气球太容易了 你也厉害了 一个手就能放 一边放气球一边顶着我 我承认 我承认第一盘是我搞的鬼 是吧 我帮龙哥承认第二盘是他搞的鬼 这游戏太简单了 你看我要听主导电了 开心开心的 其实这个气球可以连成一个直线 我们要帮他正一下名 你还想一次 他的操作还是很好的 都怪我们 绝了绝了 好了好了 开心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阿笨呢 刚才零分 现在输的又是他 嗯 那么 捏捏捏 捏起来 捏起来 期待你 捏捏捏 可以给我 来一个那个吗 就是那个 一世相遇 敬享美味 好 天洞万象 请问您带钱了吗 哈哈哈哈 不要钱 不要钱直接就帮了 也是一样 这天洞万象就是付的钱 可怕可怕 哇 时间又不知不觉的过去了 那么又到了交观后感的环节了 嗯 我觉得这一期和以前不太一样的 就是 这期的环节 这期的环节 和嘉宾的联系都很强 就像菲西尔那一期的断罪一样 就感觉 能够认识到嘉宾角色的很多 设定的这种消息 我还挺喜欢的 我觉得 啊 这一次之后感觉肖在我心中 更可爱一些呢 难道不是更 他一直都很 更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些 他一直都很习爱好吧 对啊 只不过 对 就是外表上看起来比较冷而已 但其实是很可爱的 内心是小可爱的 是的 不行不行我不太能接受 怎么可以 好 我觉得 他就必须得帅 奇怪的 奇缘又增加了呢 那么本期节目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由于想要给两位 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嘉宾 专属环节留时间 所以关于投稿呢 我们都会会合到新的一期去 一起回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如果你们有什么 想要对我们说的话 或者说 对某个环节有好的点子呢 都欢迎向我们投稿 投稿邮箱呢 已经显示在屏幕下方啦 那么我们今天的谢幕 也要和开场 保持一样的 离乐那种 优雅的风格 好的 我不会再出球了 好的 来吧 那么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给个手是吧 观众朋友们 下期再见 感觉从少儿频道 歪成新闻联播了 开始了开始了 开始了开始了 就是开始了 跟他们说了吗 嗯 球在哪儿 球 等球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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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可已经把第一个球放出来了 好 看看你能不能够刺中他呢 哈哈哈 你直接跳下去啊 等一下球在哪儿 我要看你跳下去 你才能看得到被遮住了 这个 左边左边左边 哎 不再这么直观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这个这个这个是球 你至少得让我知道球是什么样子啊 你看你看你看 已经没了 你看 啊 没刺到 没刺到 啊开心 就是 我再放远一点 他为什么会消失那么快呢 完了完了 完了 风轮两立 哎 哎 啊这是三个了 这就三个了 这么简单的了 这么简单的吗 嗨 这小猪子 嗯对 那我刚才那盘不算好吧 我不知道听他的那个 哈哈哈哈 哈哈 再来一遍 我们再再录一遍 对我们我们给他 嗯 那个 可以给我来一套 那个套餐吗 就 就是 嗯 嗯 一时相遇 尽香美味 不尽些事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 不对我应该下个 尽腰挪舞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拿完就把垫子给你烧了 对哈哈 棒一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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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